今天的AT股推介是光大环境257 简选原因是港股维持反弹势头 政策受惠股可以加以关注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 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 成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5年 成真环境设施的建设要提速 环保水墓股的估值和息率都很吸引 加上受到政策的支持 终期可以留意光大环境 由于垃圾焚烧新项目投入的营运进度超出预期 市场预料光大环境2021年将会盈利收入和利润的高峰期 彭博终合预测光大环境2021年 盈利预料是74亿 按年增长23% 2022和23年的盈利分别是77亿和80亿 都是按年增长4% 光大环境昨天收报6.04升超过3% 策略上提议投资者在5.9附近吸纳 主要大行新近给予光大环境的目标价平均是7.2 回吐是2手5.4 -5总的据 -5总的据 -5 MIL-10 1腰